我們現在來到LP10分層單位 1523呎 這裏是走廊位置 走廊有窗這些機招呼 這裏都是一個箱子門 電子門鎖 入到來了 就有一個很闊的大廳 鏡長闊 我之後再找給你們 因為我都不停 然後就一個很大的樓台 梯形的樓台 那個樓台用拖門 走出去就有一個一目無敵的海景 這個海景就是永久海 除非前面還有填海 但應該沒什麼可能 張光河區計劃中兩個填海項目 分別是132和137區 下面就是橋 那邊就是藍田 那邊就是墳境 這個也不是很重要 然後那邊就是廣島洞 整個屍體有無敵的 開闊的 整個廳就有少許類似的 這邊就是客廳 這邊就是飯廳 這裏還有一個對流窗 一開門一開窗 挺扯風的 挺舒服 入門位 有一個位置可以做一個紮身的鞋櫃 也挺貼心的 廚房就有少許不規則 但配置上OK的 一組L型的廚櫃 所有東西都齊全 用料上都是頂級的名牌MIRR 身宿的水都不透 有錢大窗 窗後面也有望海景 這裏有雪櫃、凍櫃、咖啡機 色面很一致 看上去就很整齊 這裏有些儲藏櫃 基本上儲物的空間都很足 另外這裏有工人套房 工人尺也有窗 而且它用托門 挺省位的 上面還有一部冷氣 香港工人房通常都有冷氣 躺著酒樓客是第一間套房 套T 好企理 然後這裏就整個衣櫃 做完之後酒廊就涼長 這裏就是睡房區 旁邊還有一個工作露台 作用不達 有點欺負人的 通常都是吃煙米 然後旺出海 這裏就是客廁 挺帥氣的 麻將衰小五座居 有窗 酒廊還有線窗給它做對流 真的很難得 又是另一間小的睡房 睡房就兩米乘兩米 看著海景 方向會比較漂亮 因為它是白藍的 就沒那麼賺 第二間睡房都是同樣 看出去的景觀都是海景 主任房就大間一點 它是L型的設計 那邊就是衣櫃 這邊是放在房間的位置 正常張床就放在這邊 看著藍棠 開一盒的窗口 很漂亮 然後放在這邊 就看著房間 正常人們就不會這樣做 這邊就是衣櫃位 浴室是四件套 但是儲物量很大 除了這些鏡櫃之外 還有一些塵架 也不錯 有浴缸和淋浴 都看著海景洗澡 整間屋給我的感覺 就是廳房、廁所 都是看著海景 很難得 整個LP10 又由南風發展 周邊有海濱、鐵路、商場 商場 地鐵 它大單位的最大賣點 就是全海景 像這些海景單位 發展商招標賣 赤價是19,000多 氣泡 你覺得貴不貴 第二学中國 景評估